每一次红海背后都是无数小飞侠的齐心协力 2019年10月2日陈起立南京演唱会 春风得意马蹄鸡 一日看尽长安装 一招成名的小伴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这一次红海背后的故事 就在演唱会前一天晚上 城管已战道为友 小飞侠们的灯牌全部都为摸手 但是大家当时并没有抱怨 而是和城管积极沟通 争取药控动态 沟通无果后 小飞侠们开启了接力赛 先是南京本地的侠行动同城收入 现场小飞侠也在线求助应援 南京本地很多的小飞侠 直接闪送或者开车 亲自送灯牌 然后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的乡 济南深圳 无锡 泰州 重庆 无州 台州 济英 上海 北京的各个城市的小飞侠都开始行动 接力纷纷把灯牌送往南京 他们连夜开车坐飞机坐高铁 到达南京 再由小飞侠从机场高铁站拿到灯牌 人肉背着送去演唱会前台 在那样艰难 并且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 经过他们一宿没睡的能力 他们真的做到了 最后现场奇迹般的亮起了一片红海 时间已过一年半多了 那一夜小飞侠们的彻夜未免 仍让我赶 红海背后是无数小飞侠的接力 小飞侠的凝聚力真的令人心配 热爱可抵 岁月漫长 望我们红海中的少女前途坦荡 愿有所长 最后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是从第几次的红海了解小斩 第一红海了解小斩